進化 有感而生 擦亮金鐘 耀眼未來 第五十八屆金鐘獎 節目列攝影獎 得獎的是 張浩然 《東四祭時獨選之歌》 具有古典電影美學的敘述能力 細緻的 貼切的 呈現古老樂種 難管的影片主題 透過失憶般的影像 帶領我們進入南館藝術家的內心世界 跟 跟假的一樣 好 把握時間 謝謝金鐘獎的評審們 謝謝公共電視 同一編號01012145 這部片可以實現 那我要先謝謝林懷明老師 盧建英老師 王欣欣老師 跟賴德河老師 他們之中沒有人教過我 可是他們都在我的人生路上 給我很多的指引 謝謝他們 那謝謝Sophie Hong 為我提供今天的衣服 那謝謝我親愛的家人在那邊 難管這麼古老的藝術 可以在這麼訊息破碎的現代被看見 我覺得只能謝謝評審 還要謝謝台灣 在這麼自由的空間裡面 這一個傳承了幾千年的藝術 它可以再次用現代的方式 呈現給現代人 或許這就是人類式 Enthropocene裡面 我們應該留給下一代最好的訊息 謝謝各位 謝謝 今天晚上祝福各位得獎 謝謝 謝謝